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高处长命人对李从文 肖月 何尤真用刑 来确定三人是否真的是事件的受害者 审讯过后 确定三人清白的情况下 高处长对三人及施兰 下达了对霸夏镇反叛特工进行追捕的行动 行动分两组进行 肖月与施兰一组 李从文与何尤真一组 施兰接到的指令是不留活口 而李从文却想要救下这些 曾经一起生活过的特工 何尤真没有说谎 她的确切耳听到 李从文是共产党的讯息 李从文索性对何尤真开诚不公 并请求自己的同伴 一同帮助拯救特工 一边不断杀戮 一边不断救赎 你能想象出小姐的办法吗 担当附会 未免草率了 但是我们相信 是江红英杀死了龙九 可是江红英一口咬定 是李从文的祸心陷害 这个场面太微妙了 如果有第三种可能 那双方是误会 但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 从文就成了对方杀人的 唯一目击者 所以对方撕破脸皮 也会咬定了使他栽赃 把事情往阴谋层面上拱 若是这样 你想 从文和尤真现在是什么处境 你和从文 是这里的长官 缺一不可呀 龙伯 你们都说说 有什么想法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 除掉罗安山武工队 对我们大杀阵 少了很多侵扰 无需亲自动手 我们可以求助军队 四十六师欠我了的 可是霍同事件以后 上头担心再落下 破坏国共合作的口实 很谨慎哪 但共产党终究是眼中之钉 肉中之刺 这个道理我们懂 组成我也懂 可是 成就成 不成拉倒 屁大点事 哪那么弱乎呀 说你们上这儿来了 干吗呢 都在 磨叽了呗 我们决定 让军队 帮着排友解纳 你废物 八次长 你这是干什么呢 八次长 堂堂一个警察局长 手下人死了 屁都不敢放 那废物 是人家主动报的案 先生多人 我也不好办哪 不小心 那就是个政治事件哪 喂 王 马大长 政治事件 政治事件 马里长 你 给我听好了 既然屁都管不了 那就屁都别管 懂 结果如何 我当 原因如何 我听 这马团长 来来 你消息 你坐 你坐 那马团长你这是 马团长 你哥哥有件事不明白 你是我手下一个人被杀 你发这么大怒干吗 因为龙九受委员房的表情 那共党也太嚣张了 自己做了事还恶人先告状 我呸 石座 我 他们什么反应 龙九的案子 应该不是警局的人在捣鬼 案情蹊跷 我们还要出兵吗 霸下阵当初得意解困 是因为我也感染了疫情吗 不是 我明白了 无论发生过什么 这些人都很重要 好 肖掌柜既然求助到我们 何乐不为啊 更何况 太平洋战争到了当今这个格局 上头是不会甘心别的党做兄弟的 已经有传言说 四十六十节奥不逊了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 和上头表现得心有灵犀一点 先说 是 可能正如你所说的吧 什么 因为大家的专言点不通 咱们想的简单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可能很重要 咱们觉得很重要的是 对他们来说却又很简单 我们都是脱了那张合影的符 要不然哪儿那么好解决 是不是 正因为太简单了 你准备怎么跟大家说清楚 这事都解决了 有什么不好说清楚的 李松文 如果你一心为别人着想 别人却在背后里算计你 你会伤心吗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问这个 你不觉得我们之间 太模糊了吗 又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也赶紧走 要不然就搭不上船了 急什么呀 搭不上去再换一宿呗 反正事情已经解决了 今天你怎么感觉有点乖乖啊 是啊 因为太喜欢你了 怎么了 难道我说去真话都不行吗 友真 你听我说 等等 刚才那只马队规模 是不是有点大了 就是那个运货的马队 有情况 友真 刚才马队里有一个人 是组成五手底的一名军官 他们是乔装的 没错 江湖营他们要出事 赶紧去报钱 你急什么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事跟我们没关系 但出了事以后 跟我们的关系就大了 曹文 友真 我们现在冰封凉落 你去找江湖营给他们报信 让他们赶紧撤离 我去找那只马队 曹文 江湖营 把江湖营叫来 江湖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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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有大批的国民党军队 杀到这边来了 你们赶紧跑吧 国民党军队 怎么着也得有一个团吧 有部队我们会先得到 赵港版传讯呢 他们都是乔装过来的 乔装了你又怎么知道 他就是国民党军队啊 反正是李正长叫我过来的 他说了 有一批人已经混进来了 得先找到他们 所以先让我过来报信 于是你们俩就分开了 这人是真够猥琐的 姑娘啊 我看你是上他当了 你咋这么想呢 来吧 咱们屋里说 装的傻子还真没人 把你当事了 好 就算国民党军队来了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他就算国民党军队来了 他们要紧张什么呀 你们不知道霍同雪案吗 你知道 丛文跟我说的呀 内气温 那是一样一样的 姑娘 来 坐下说 姑娘 你觉得李正长他爱你吗 还是你以为他爱你 你跟我说这干啥呀 因为你不在的时候啊 他跟我们说了 说你误以为他平时 对你的一些小恩小惠 是出自于爱 但其实不是啊 可是你的种种表现呢 就如同他已经是你的丈夫了一样 可是你又不像是那种 能够说明白的人 所以啊 你就会让他累赘 尤其是这个人哪 他生活作风还不好 你想 他肯定不愿意这出出尽尽的 身边还跟着个女人 我真是跟你没法说了 不 我呀 没跟你说明白 这么着吧 我问你 李聪文私自用警局的车辆 带走个风流的女人 那人是你吗 不是啊 他给过你承诺吗 小朋友 你别老公我伙行吗 父女同胞也是要自重的呀 懂吗 他在背后叫你破落户的 你知不知道 我就是破落户啊 我就是啊 我在霸山镇我是孤儿 我无依无靠的 我就是破落户啊 我 所以李聪文他知道我们会收留你 他才把你甩在这儿了 你说啥呢 你把人家里 姑娘 姑娘 你一个不男不女的人 你凭什么自够训问我呢 我学习你不思考 你被人愈弄了 你这是中国妇女的普遍现象 说啥呢你 你说啥呢你 你说啥呢你 阿姨住手 你自己说啥呢 李聪文他像个正经人吗他 他救下了 他救下了 Arsenal 阿姨住手 阿姨住手 我去 买盒盐 好 王家 怎么样 老哥 要不要来一口 好 尝一口 这酒 好烈 这酒够劲吧 四家酱的酒 没人能喝过三碗 你看 谢了 你干什么 抓贼 抓贼 抓贼啊 给我起 抓贼 抓贼 站住 你换我起 你站住 什么处置 放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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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住啊 放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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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滚过钱 开什么 咱们俩两清了啊 走 带我出发现 放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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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谁啊 走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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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了 我不管了 你回来 你怎么听不进去话呢 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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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不信 你那理性无限的 早就十里地拍卖了 这门人不散过呢 你来得正好 你帮我评根脸啊 我屁颠屁颠地跑着来 帮着报信 结果他呢 正事不想 就往我腰眼子上戳 奶户不开提奶户 你算什么满意啊 没关系没关系 那个有什么事 咱们坐下来说 好不好 不谈了 这事啊 我不管了 我去找李从文去 你过来 红阳姐 红阳姐 有只乔装的国民党军队 被我们发现了 可能是先遣部队 我发现的 我发现的 李从文 嗯 没关系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没有时间 是 有 Shark 的 很早 兵不血刃还能达到目的 可以了 李总文 一路上板着脸给谁看呢 是 要不是你及时赶到 事情有可能会被我办杂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们的判断出于我们 自我的专业素质 我现在扮演的又是一个 什么都不懂的村妇 落魄户 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说呀 你知道 我为什么又帮共产党吗 你指的是什么 你知道 我去了 国民党紧接着又去了 这如果要遭到什么祸端的话 我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 这还不明显吗 还真是 是我错了 是我不识大体 我不分轻重 我总觉得我救他们还不如不救 所以故意发飙 来宣泄自己心里的泄火 其实我也是憋屈了太久了 我早就想撒泼了 谁让那个江洪英自己撞上来 能怪我吗 你告诉我 你跟共产党 到底有多大的过节 其实也没什么 从小到大 赤匪的故事听太多 根深蒂固了 其实啊 我也没太怪你 我只不过是担心 你想啊 江洪英 是他们霸下阵的 能勒住的一根绳子 现在四十六师 这么易捣乱的话 那这根绳子它就断了 对不对 李松文 你给我说句实话 你是真的在为大家操心吗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啊 你让我先静一静 让我的心 先静一静 走 总安回来了 情况咋样 四十六师派了一批人马 他们转移了 那龙九那事 行了 鲁安山武功队 已经不在这一带活动了 还不够吗 走 走 走 什么 四十六师是你找的 你看你怎么这副样子 我们想甩麻烦 组成武爷想有些表现 一碰即合呀 我说肖岳 我说你什么好 这别人一拱你脑子就发热 当时在那个检查里边 我还要求人家江洪英 经常来霸夏镇视察监督 为什么 为什么呀 这说明霸夏镇潜在的威胁 不是江洪英他们 而是我们自己 你看你怎么又说这个呀 行行行 我问你 这个龙副让你去找四十六师 你认为真是这么简单吗 从文这话也就在俩私下里说说 要让别人听见了心里不舒服 你知道吗 没错 我知道大家拱到我的原因 多半是为了自己求安生 但要说没有半点 替你和尤真的担忧 那不公平 老是猜来猜去的 其实我心里清楚 这么多年生活下来 大家都已经不是纯粹的特勤了 都已经退化了 屏蔽情感的素质 我也知道 这些年事情太多了 你我心里都闷得发慌 但是你想想啊 要是你心里存着反念 你不悄悄地闷着 你还满世界去演 你觉得可能吗 这是灯下黑的手段 你看你这个人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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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不说了 我这心里边乱乱呢 不说这个了 对了 龙九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啊 本来 我还想让江洪英他们 帮着我们破案 现在看来 开了一天的会儿 议题全是共产党 这脑袋都快炸了 他们这些人哪 就喜欢搞宣传 现在舆论大多数都认为 是国民党在破坏抗战 是国民党在破坏抗战 毛泽东啊 质问国民党一文 几乎把我们跟汉奸画成等号了 听听医院 放松一下 王毕书长 王毕书长 来人 是 调集人手 方圆五公里的范围之内 紧急彻查 是 看来高又天 警惕我们的关系了 他现在跟所有的人都很警惕 此话怎讲 他正在跟海军的人暗中勾断 我了解到 他有承诺对方 很快就给予巨大的支持 他根本就会呈不太好 所以他完全消失 他在找到 给他一项 我就学了 你自己就得到 你都要有个人 我都不知道 我刚刚到汉奋 那不是 拥有你 宽纸 有什么 这些事 还是 地图都会因此 暴露在我们时间之内 我有个小小的疑惑 说 战争格局已趋明朗 或许等藏宝换取的装备群 尽早完成 日德就已先败了 还能用他们打谁啊 你是在向我试探 委员长的意图 对于我党来说 真正的敌人由来已久 等江山光复之后 要有力量把它坐稳 才是大忌 温秘所长两个小时之内 就查获了窃听者 可之后就再无任何反应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他很犹豫 也说明他更依赖 暗插在你身边的钉子 你太高估自己的作用了 你这话 有点低估我 阵长 你看这怎么样 萧老板说了 像这种风口还有记号了 那都是好酒 来来来来 收拾收拾收拾 拿那就得是拿好酒 对不对 对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死大黑越来越不听话了 郑长来了 你们也不看见大黑 都叼我肚子店窝底了 几天都找不着 老板娘 您也没说 您没交代过我们 行了行了 你俩啊 把衣服换了 我们一块儿洗了 再挺几天我们自个儿洗 对 我们自己能洗 不麻烦你 伙计们的衣服都这么臭了 让我们酒坊什么形象啊 赶紧进来 去 镇长您收拾 好好好 去吧去吧 不是你说这大黑 一叼塌干吗呀 你写没入门了 那身上不是有奶味吗 发现人杜杜杜杠有贪血 我让脑子嗡就一家伙呀 其实人是上山给小北挖蘑菇 让金雕给刺的 李冲文偷女人肚兜 你怎么在这儿 李冲文偷女人肚兜 李冲文 是婉嫂吗 李冲 你快快快 快告诉佑珍 李冲文偷女人肚兜 李冲文 还好闻呢 佑珍 你从文偷走了我的肚兜 你没事吧 你想哪儿去了 肚兜上有龙九的血 不知道他想做啥人症 但肯定对咱不利 佑珍 咱可是伤在义哥身上 万一被他揭发龙九是怎么死的 咱谁都跑过 上面有血子 哥妈不早点洗了 狗雕走了 我也找了好酒 佑珍 开工没有回头见 她往哪儿跑了 往后山那个方向 往后山那个方向 去找山长虎 小妞啊 长大了别跟你妈一样啊 有感情却又有智商 累哟 她啥时候怀上我们呢 现在来不及想这个了 咱们得先发制人 我和月红去追李从文 也赚上温大夫和吴姥姥 一方面按住肖月 另一方面给大家点火 告诉他们 李从文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 不是 你回来之后什么话也没说过 这点帽子扣不扣得住啊 有我在就能扣得住 而且能扣死 有真能扣住 其他人就没问题 创作肖月那会儿我就已经清楚 大家已经不再有信念 都在心照不宣的等待利益 为此只需由头无谓对错 好 我先走 你们两个从后边出去 几个从处 正式中央 работ快 你们本身奔 由于勇姥姥姥 我们总这段使用 别在那儿 来 快 小龙 把 continues 让我祝福 maar 继续 先 小龙 我 跟您 大嫂 李聪文是共产党 什么 李聪文是未经许cional 长虎 长虎 我跟你没完 永珍 我正找你呢 是听说我拿了 沈月红的肚兜是吧 是啊 所以才追你 想看看你是不是这么猥琐 你怎么跟王嫂一个境界 我告诉你 尤真 龙九的死有答案了 因为这个 没错 肚兜上的血迹 沈月红跟肖月说 是他给小北挖蘑菇的时候 被荆棘刺破了肚皮染上的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他挖蘑菇的时间 和龙九遇害的时间是一样的 而且我验过肚兜上的血型 一个是他的 O型 另一个就是B型 我和肖月看过 霸侠镇所有人的资料 有十六个人属于B型 其中就包括龙九 现在可以说明是 月红杀害了龙九 至于是什么目的 那就得问他了 你 我 没错 我跟他一起来的 我跟他一起来的 炒火 炒火 对不住 这次算我对不住你 行吗 这次我们真的不是针对你 就是怕你那个 轴襟犯上来讨厌 现在我可以帮你 把绑绳松开 但是 你必须保证 对江耀面对的事情 公平 而且公正 行吗 到底出什么事了 小事 一件很小的事 但却让人毁塞到绝望 我 我 你们早就策划好了 对不对 不要转移话题 我们都在等你答案 我真实的身份 就是你们的长官 可你帮共产党解脱了围剿 你想说什么 你凭什么帮共党逃出围剿 当时你们双方的矛盾已经化解 你们已经离开了 更大的疑问是 你跟共产党之间 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怎么就解决了 沈月红 你儿子在天上看着你呢 你敢把胸膛挺直了 告诉你的儿子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说 你的真实身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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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你来 快走 来 皇家 买盐 好了 皇家 怎么样 老哥 要不要来一口 好 尝一口 这酒 好烈啊 这酒够劲吧 自家酱的酒 没人能喝过三碗 谢了啊 你干什么 抓贼 抓贼 抓贼啊 给我请 抓贼 抓贼 站住 你换我钱 你站住 什么固执啊 别担心 你抓贼 把你拿过来啊 快还出贼 快 我 我的 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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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回过去 咱们俩两清了啊 走 带我去包线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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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问谁啊 走不走 走不走 我管他 我管他 哎呀你回来 你怎么听不进去话呢 滚开 哎 哎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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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给你了我还 你信不信 你那理线无线的 早就十里地拍卖了你 这埋怨都散过了 哎 哎 哎 啊 你来得正好 你帮我评个脸啊 我屁爹屁爹地跑着来 帮着报信 结果他呢 正事不想 就往我腰眼子上戳 奶壶不开提奶壶 你算什么玩意啊 没关系没关系 那个有什么事 咱们坐下来说 好不好 不谈了 这事啊 我不管了 我去找李丛文去 哎 洪云姐 洪云姐 有支桥中的国民党军队 被我们发现了 可能是先遣部队 我发现的 我发现的 李丛文 蛤 这些人没关系 依然跟着 兵不确认 还能达到目的 可以了 温秘所长两个小时之内 就查获了窃听者 可之后就再无任何反应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他很犹豫 也说明他更依赖 暗插在你身边的钉子 你太高估自己的作用了 你这话 有点低估我 郑长 你看这怎么样 哎 萧老板说了 像这种风口还有记号的啊 那都是好酒 来来来 收拾收拾收拾 给线鼠拿那就得是拿好酒 对吧 郑长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死大黑越来越不听话了 呦 郑长来了 你们也不看见大黑 都叼我肚子电窝底了 几天都找不着 老板娘 您也没说 您没交代过我们 行了 行了 你俩啊 把衣服换了 我们一块儿洗了 再挺几天我们自个儿洗 对 我们自己能洗 不麻烦你 伙计们的衣服都这么臭了 让我们酒坊什么形象啊 赶紧进来 去 镇长 您收拾 好好好 去吧 去吧 不是 你说这大黑一叼塌干吗呀 没血没肉的 那身上不是有奶味吗 发现人肚肚上有贪血 我脑子嗡就一家伙呀 其实人是上山给小北挖蘑菇 让金雕给刺的 李冲文偷女人肚兜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李冲文偷女人肚兜 李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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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告诉佑珍 李冲文偷女人肚兜 还好闻呢 佑珍 李冲文偷走了我的肚兜 李冲文偷女人肚兜 你没事吧 你想哪儿去了 杜兜上有龙九的血 不知道她想做啥忍证 那肯定对咱们不利 佑珍啊 咱可伤在义哥身上 万一被她揭发龙九是怎么死的 咱谁都不好过 上面有雪子 哥妈不早点洗了 狗雕走了 我也找了好久 有证 开工没有回头见 他往哪儿跑了 往后山那个方向 去找他长虎 小妞啊 长大了别跟你妈一样 有感情却又有智商 泪哟 他啥时候怀上我们呢 现在来不及想这个了 咱们得先发制人 我和月红去追李从文 也抓上温大夫和吴姥姥 一方面按住小月 另一方面给大家点火 告诉他们 李从文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 不是 你回来之后什么话也没说过 这点帽子扣不扣得住啊 有我在就能扣得住 而且能扣死 有证能扣住 其他人就没问题 创作小月那会儿 我就已经清楚 大家已经不再有信念 都在心照不宣地等待利益 为此只需由头 无谓对错 好 我先走 你们两个从后边出去 这个人是真正推荐的 才是真正推荐的 你 只要命 我都不扣得住 我可以挣出 我给你农月 赢了 突然要满入 就不扣得住 我可以挣得住 快走 快走 大嫂 李聪文是共产党 什么 大嫂 李聪文 长虎 长虎 我跟你没完 姚珍 姚珍 我正找你呢 是听说我拿了沈月红的肚兜是吧 是啊 所以才追你 想看看你是不是这么猥琐 你怎么跟王嫂一个境界 我告诉你 姚珍 龙九的死有答案了 因为这个 没错 肚兜上的血迹 沈月红跟肖月说 是他给小北挖蘑菇的时候 被荆棘刺破了肚皮染上的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他挖蘑菇的时间 和龙九遇害的时间是一样的 而且我验过肚兜上的血型 一个是他的 O型 另一个就是B型 我和肖月看过霸夏镇所有人的资料 有十六个人属于B型 其中就包括龙九 现在可以说明是月红杀害了龙九 至于是什么目的 那就得问他了 你 我 没错 我跟他一起来的 海外 太火了 太火了 сказал 她 不然 要不然 还有 她 去 她 现在我可以帮你把绑绳松开 但是 你必须保证 对江耀面对的事情 公平 而且公正 行吗 到底出什么事了 小事 一件很小的事 但却让人回溯到绝望 你们早就策划好了对不对 不要转移话题 我们都在等你答案 我真实的身份就是你们的长官 可你帮共产党解脱了围剿 你想说什么 你凭什么帮共党逃出围剿 当时你们双方的矛盾已经化解 你们已经离开了 更大的疑问是 你跟共产党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怎么就解决了 沈月红 你儿子在天上看见你呢 你敢把胸膛挺直啊 告诉你的儿子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我儿子上不了天堂 你儿子能上 你上不了 让我来告诉你儿子 你想做什么 我现在心中的疑惑 全都有了答案 沈月红 长虎 也许还有很多人 你们早就想法 是你们害死了龙九 而你沈月红 是你自己亲自操得糟 你肚兜上的血迹 有你和龙九两种血型的 龙九自作主张 把江红英约到了韦子坑 这给你创造了我和江红英 矛盾升级的机会 所以你就杀了他 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化解危机的能力 是常人所不及的 所以你们就利用龙九的死来做文章 你们想制造的情境就是 利用龙九的死来让我和共产党的矛盾激化 除非共产党对共产党 要不然没有人能化解这个矛盾 对不对 在座所有的人都是经过预审训练 你们帮我判断一下 刚才长虎抛出了围剿这个问局之后 沈月红跳跃似的追出了这个话题 他是不是在偷换概念 是不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强行地往他的逻辑上引 这是我听过最牵强的脚步 沈月红 我被挟持之后 你最先做的就是毁掉你的肚斗 梅寡妇 你帮他分析一下 他的行为目的和心理原因是什么 你该死共产党不是门被揭发的 居然还巧识如何进行叵测 用心带毒 沈月 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我希望你能说清楚怎么回事 形势你看得很清楚 我说什么还有用吗 我们要你自己说出真相 大家都想知道 你和江峰英的矛盾是怎么化解的 我跟何游人去共取 制造鱼死网破的假象 就是想逼上风撤销密杀令 这一点你们很清楚 在这期间 我和贡区的一个干部留了掌影 就是这张照片替我解了位 至少江峰英他们会认为 我还有一点点良心 不会干出杀人栽赃的事情 李聪文 你把共产党也想得太过简单了吧 那是因为你们太复杂了 大家听他说你们 前台词就是他不属于我们这边 张虎 你这话未免有点文自愈了 你听他说故事呢 他拧了个死扣 凭一张合影就解开了 我们这儿所有人里 最小的也活了有三十年了吧 谁遇到过这么戏剧化的事啊 他是把我们都当傻子了 给他动刑 不给他动刑啊 他是不会说出实话来的 对 给他动刑 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 这样啊 行了 要不大家先回去 歇口气 歇口气 这种事情得需要时间 慢慢仔细调查 好不好 不行 吹着打铁 才能让他把实话说出来 着什么急 那种跟孩子没看见啊 朝夕相处的人 居然是个潜伏的共产党 而且还是个长官 谁不着急知道真相 别晃了 你这副样子 都让我觉着 你着急的不是真相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我说的是实话 怀疑长官是共党 就应该通报上风 交给组织上组织来审 这叫怎么回事啊 然后你就在中途借机把他放了 你周庸蒙了心了 萧远 你胡说八道 把他也给我绑了 我看谁敢动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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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站住 别动 沈云虎 上虎 我现在怀疑你们 顺应陷害长官 别有用心 的确有何影这么一回事 但何影并不是关键 我可以用我的亲眼所见来证明 李从文他就是共产党 是你和这个姑娘传的消息 这位姑娘 就是镇上的一个破落户 我当时心软呢 我对他比别人稍微好一点 哪想到他蹬鼻子上脸 他认为我对他有意思 这个时候 李从文自己都觉得事情已经烙听了 可沈月红的判断是正确的 共产党绝没有他所说的那么简单 就是后来你们看到的那一幕 就是你们说 我霸占美女的那一幕 但是这个事情 足以说明了一个事 比如说平时这么多年啊 我是干了一些荒唐的事情 但是我的本质是好的 根正 根正啊 知道为霸下阵的人去排忧解难 远远比我个人的情感要重要得多呀 对不对 蒋队长 你们想一想 军国上下都在抗战 杀国民政府的警察 来陷害共产党 挑拨自相残杀 这是什么 这是历史的罪人哪 打死我我都不能干 就算有人拿枪逼着我 叫我说 我都不敢啊 我大不了就把包收拾收拾 一个字 跑 李从文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 我在思索为什么 为什么你身边那个姑娘 要把自己打扮成那样 为什么 你们来这儿的时候 我说我认出她来了 但绝不是我说的石荒女 我曾经见过她的真容 可以说是英姿洒爽 但绝不是现在那副邋遢模样 暖山武功队江红英 见马屁佑 姐 她说她是你 当时她不认识我 所以会用我的名头强征马屁 随后我在她扔出的钱袋里 发现了一张血书 上面写着 夜县日军中队只剩四人留守 当劲除去既不可施 由此鸾山武功队 承虚抄掉了山田中队 留守在驻地的几个鬼子 何又贞 对 这我就又疑惑了 我派人到这里的户籍档案上 查了一下她的资料 何又贞应该是油房掌柜的 何英某的女儿吧 一个掌柜的女儿 怎么可能是一个破落户呢 李聪文 你和这位姑娘究竟是什么人 这里边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您说得没错 也许这个正可以解答 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 霸夏镇有些神秘破措 是不是应该这么问啊 霸夏镇都是些什么人 别跟我说你们是陆林中人 就凭那艘改装过的小船 我就能够断定 你们有着绝非寻常的心急 李聪文 我希望你能够 如实地回答这个问题 否则 我们会调动所有的力量 去查龙九的死亡的原因 直到这件事情真相大牌 霸夏镇所有的成年人 都是国民党全谋人物 秘密招纳的炮灰替死鬼 你们在执行什么任务 这是最高机密 恕我无权封告 也包括谋杀龙九陷害我们 龙九的死 跟这个任务没有关系 弘英 马上把这件事情 曝光出去 是 江弘英同志 这也是我们的最高机密 你说我们 我们 让照片上的这位同志 给组织上发密电 密电的内容是 4796 0495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位同志 会把内容转告给你们 于是我们很快就没事了 答案是什么 就用不着我再说了吧 明白了吗 小月 我们拼死拼活守护的一个秘密 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 在离开之前 江弘英还在帮着你跟我演戏 甚至大军压境他们都还强作镇定 对吗 我依然扮演着破路虎 江弘英也在夸张他的草莽形象 你们真的以为我被蒙在鼓里了 却不知道整个过程我全都看在眼里 我想此时此刻 你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对自己的铺垫 李从文 我告诉过你我恨共产党 你们岂是被共产党欺骗 现在真相大白了 我想此刻大家跟我的心情一样 原来我们的存在是那么地悲哀 原来我们一直是被别人玩弄于鼓掌的一群小丑 每个说法都是片面之算 没有证据 就不能下顶了 孙大爸 你再说一遍 成虎 你们的目的 是那批黄鳞藏宝对不对 没意思 傻丫儿 我们走 这些人太没意思了 有kre風 有参常啊 52更多过程 加上各自一斩 请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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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 择实在身 高处长频频推进 您却亦步亦趋 是不是有什么 撤手的地方啊 良辰美景 纯久佳人 咱们就不谈这些 不应景的事了 是不是纠结于 很难做到 一丝不漏地对坝下诊庆查 你知道很多吗 男人呢 是安邦定国的大智慧 女人呢 是鼻子肩上的小聪明 不过有时候 用小聪明来调调味 说不定 会得到不一样的惊喜啊 是吗 既然互保的都是坝下人 那么开启宝藏 这样的神圣使命 同样也可以交给他们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负责这个任务 会比别人更为得心应手 完成任务再授予功勋 并分在各级机构 剩下的不就是简单多了吗 化正为零 即使有风也起不了浪 假意时日 消极于无形 你真是冰雪聪明啊 实在啊 你真是冰雪聪明啊 你真是冰雪聪明啊 只是不喜欢硬碰硬 这是女人的天性而已 实在啊 我知道 你很努力 哦 让我想成是冰雪聪明月 你 对 还有 游历在两座金山之间的人 随时都有可能掉头 好 就听你的 就做个 简简单单的妄念之交 来 何报党的总嫖坝子求死也 避见高处长之后 当夜就离京了 而他盘口的八大金刚 全部汇聚到一起 像是马上就有大动作 这情报准确吗 是魏秘书十万火急传的信 高友天不用手下用爬手 想当婊子还怕别人骂骚气 我一直在琢磨着 这家伙两手空空的 怎么敢绕过我去跟海军呢 这人打交道 原来是想在阴沟里做文章 把你手下的人全都给我带上 是 妹妹说刚把风放出去 那兴翁的就坐不住了 我刚刚收到消息 他调集手下所有的人 去了三个地方埋伏 别墅 档案处 他太太的住所 那藏宝图 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三个地方 翁理书长知道你会派人盯着他 所以故隆破绽 让你以为地图 就藏在那三处中的遗处 我想用不了多久 闻风而去的 所谓八大金刚 就会被他一网打尽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求死爷那帮人 就是放出去的风筝而已 越显得不重视的地方 就越有可能 公寓 地图就藏在公寓里 什么公寓 和我约会的那套公寓 他没有在公寓里安排人 显然是想让你忽略掉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